为了友善环境以及台东县府与智慧回收业者合作 从8月启用了智慧电池回收机后至今成效良好 而为了让回收效益持续提升且不排挤到原有的回收管道 国际处也表示回收成效若持续提升将新增回收机台 让民众回收废电池更加方便 民众将一颗颗的电池放入电池回收机内 准备将这些已经没有用的废电池兑换成台东金币 前来兑换的民众也表示利用废电池可以换金币 还可以缴停车费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因为平常家里累积很多电池都不知道哪里丢 后来知道有这个机器之后就想说来试试看 发现它蛮有趣的投进去还会有啊的声音 而且还可以换台东金币台东金币还可以用来 比如说像是缴停车费啊 对所以其实蛮方便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 为了要让家中不要的废电池可以妥善的被回收 台东县政府特地结合了智慧回收业者 在市区设置了两座智慧电池回收机 从启用至今使用次数已经超过了千次 并回收了大量废电池 县府国际处表示 欢迎民众可以将家中不要的废电池拿来回收 电池对土地的污染其实是危害是非常的大的 如果能够民众有家里的废电池都欢迎 也鼓励大家多多来使用我们电池自动回收机 国际处也表示如果回收的数量有一定成长的话 也不排除会再增设回收机台 让每一位民众都可以利用到这台机器 因为电池的回收其实出息的量非常大 那我们也不希望是因为造成那一个回收业者 然后将那个会去电池再转移到这样的回收机制来 所以我们也当做了一些限制 那也是希望鼓励更多人能够体验使用这样的回收机制 那未来我们会再看运营的状况 如果民众使用得非常勇烈 我们大概会再增设几处来让大家更方便来做电池回收 经过国际处的统计 累计至10月28日 已经回收超过800公斤的废电池 发放禁闭数量超过25万枚 同时也超过1000人士使用这台机器 国际处也希望民众可以踊跃回收废电池 减少废电池为环境所带来的危害 介绍成吉林台东市报导